柏油路的精醜 金黃與蜜蜆出現 丹麥詩人勞淑貞現場為大家朗讀他的詩作《柏油路的盡頭》 今年台北詩歌節以詩如何讀我為主題 由策展人洪洪精心策劃一系列精彩活動 探討詩歌與讀者之間的生命對話 並特邀丹麥詩人勞淑貞擔任注釋詩人 展現對自然萬物與人類情感交織的深刻思考 中國或是這個作家怎麼寫他的生活 所以我好想重新開始寫詩歌就是一種交流 跟那個漢詩或是跟那些作家 我翻譯的作家一種對話可以這樣說 今天我們很高興地邀請了來自各國的詩人 包括來自丹麥的老祖珍 來自日本的辛勤高子 來自緬甸的韓陵 以及來自香港的關天陵 還有來自美國的喬治 Jojo Connell 那他們有的人對台灣非常熟悉 有的人像老祖珍女士 他才第一次來到台灣 雖然他二十年前就在丹麥舉辦 跟中國交流的十個節 但是他本身也是非常優秀的翻譯家 跟漢詩人 可是他第一次來到台灣 我覺得是非常難得的機會 讓這位重要的翻譯家 跟台灣的重要的詩人可以交流 那另外就是 就如劇長剛剛講的 這詩歌節其實它暗含了藝術的層面在 那台北詩歌節從來都不只是一個文學活動 它是一個以文學為核心的藝術界 所以我們會在開幕的時候 我們舉辦了室內來 還邀請了這個 埃子澳門的小城劇團 跟我們一起參與這個室內台的活動跟演出 然後我們在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安排電影放映 還有影像式的live展演 以及在閉幕的時候會有一個大型的 以這個吳懷成的神像之島來改編演出的一個戲劇作品 現場也頒發詩如何讀我 徵選活動 決選實名 得獎作品 將於詩歌節期間進行分享 文化局局長蔡世平表示 近年來台北詩歌節不但讓大家感受到詩的躍動 透過讀詩也可以找到文字的鮮活感 我是寫留下的白馬 然後一開始就是在藝術上 就是我那時候在關注一些裁簽的家務 然後我就是一直看到很碎的地景 我就那時候就有點讀不下比較敘述性的文字 我就開始在看詩 然後那段就從那段時間陪伴我到現在 就比較像陪伴你的角色吧 其實真的大部分是生活觀察 尤其有的時候大家會在一些報紙上面看到我的投稿 我這一次文學講之外 其他我大部分投稿上的是社論 對真的就是一直在講社會上發生的事情 對所以這個過程我剛才分享的具體一點來說 當我越來越是講社會上發生的事情 而不是講我自己遭遇的事情 那這個時候得到共鳴可以更多 我到現在還是保持讀詩的習慣 因為最主要是因為我們做評論工作的 有時候會覺得自己的文字變得非常乾涉 非常的字式化 那可是讀詩是讓我重新可以來理解文字的魅力 那特別是我們要特別強調詩歌節 把那個音樂性 詩的音樂性也強調出來了 所以我想這是我們台北詩歌節最獨特的地方 我們要預祝2022年台北詩歌節成功 我很喜歡今天的標題 因為如果你只看中文的話 我們讀詩 然後詩如何讀我 詩怎麼可能讀我呢 可不可以看這個英文名字 How does poetry lead me 這句話太棒了 我想我們喜歡文學的人 喜歡詩歌的人 都會有一種內在的靈魂 還有一種非常遙遠的志願 在召喚我們 他就 lead us to poetry world 我覺得這是最美好的 除了跨領域的展現 台北詩歌節還設計六場不同面向的講座 透過影像、音樂、朗讀、展示詩歌 與其他藝術形式的融合 並與各特色書店、網路書店合作主題書展 邀請民眾參與這場詩歌的文化饗宴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 好 要举行